观世音菩萨说了 众生千遭轮回苦 就是众生的一千个遭遇啊 都是在轮回的苦 因无定慧难解脱呀 因为人啊定不下来 没有智慧 你怎么解脱到轮回苦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出三界啊 为什么你们转了一圈 又跑到人间来了 我要你们出三界 不在五行当中 无始节以来 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啊 有无量无边的罪业呀 想想看你们上一辈子有罪吗 再前一辈子有罪吗 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罪 你们上辈子做了业了 你们上辈子有罪 你们带到了这辈子啊 你们的灵魂从上辈子的前一辈子 带到了这辈子 你们的业障深重啊 所以你们当然有罪 不是指你们现在啊 就是告诉你们这罪孙 就是告诉你们这罪孽是前世和长久以来与众生产生了牵绊 和纠葛的因缘关系 牵绊就是大家彼此拉住 纠葛 所以有善恶 两缘 很多人问我 卢太上我有缘分吗 当然有缘分了 你看我能嫁给他有缘分吗 有没有缘分 你怎么会碰到他 问题是善还是恶呢 所以形成了冤亲债主 你们每个人都有冤亲债主 你们的孩子可能是有债主子 就天天来问你们要钱 有的孩子把爸爸妈妈这么折磨死了 叫要命 从小花爸爸妈妈的钱 不是要钱啊 要钱要命不是冤亲债主啊 男孩子呢 结婚了又要唠爸爸妈妈一把 女孩子养大了 临走出去了 你可以不要再给我负担了 还要唠爸爸妈妈一批家装 爸爸妈妈只要生出来的 就是逃债鬼 历代中亲的关系 这种缘分 善恶当中不断的轮回 冤结越结越生啊 所以人家说冤结一结不一结啊 这种人家说冤结一结啊 这种人家说冤结一结啊 这种人家说冤结一结啊